10月27日,有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布图文称,四川省都江艳市八一剧园高级中学多名老师偷拍女学生及学生家长,并在微信小群里开黄香讨论。 根据网传图文显示,在一个一次微信小群里发布了多张女生图片,其中一张图片推文我21届的学生,学疗信息出现污秽言论,一次教师偷拍女学生及学生家长。 据网友爆料称,发布学生及家长图片并开黄香的群友,疑似为都江艳市八一剧园高级中学的多名教师。 28日中午,新黄河记者多次致电八一剧园高级中学,电话始终未能接通。 随后记者致电都江艳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,已关注到网传信息,都江艳市教育局已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联合调查。 目前涉事人员已被停职,正在接受调查,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从严处。 他的这个情况我们当天就已经注意到了,我们逐电市教育局已经会同相关部门在联合开展调查。 现在涉事的这些相关人员已经是处于停职接受调查的状态,后续我们将根据这个调查结果,依法依规从严处理。